应该从538页开始 讲那种西欧的政策发展 就是所谓的查理官跟报告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 荷蘭克黃果 在八百年相當中國唐朝的時候 這時候唐朝發明了飛遷 查理曼國王他去世了以後 這個帝國就分裂了 分為東法蘭克王國跟西法蘭克王 因為各位同學很久沒有讀歷史 讀歷史要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告訴你 他們就是紀念了法國跟德國 那我在想哪一個是德國 德國一定在法國的東邊 對不對 結局是什麼 紀念了德國 那至於紀念什麼 那他沒有這種事情 在歷史上很多 他有沒有對付領隊的考題又基本上不會很多 但我要花時間 可是本來在後面會講到 但是我也沒有要來補習 補習跟課本它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教材是用教育 那我們老師會給你整理起來 我會整理起來 雖然順序還沒有講到 我會給各位整理兩個國家的筆記 一個叫做俄國 一個叫法國 德國最重要的是他怎麼樣來建國 那法國最重要的是大歌語 這兩年還要來考慮 那德國在最後有兩個事業大戰 那事業大戰我暫時就不去講他 所以我就先講德國 我會請問這兩年來 我會想說 謝謝大家 certain課題 你做得到 太久了 好 沒想說 因素 一些 東法王國到了西元962年 相當中國的趙家的天下 就是趙邦寧的杯酒士兵權 這時候叫做台座的時候 這位奧圖醫師就把東法國王國改一個名字 叫做神聖蒙法帝國 神聖蒙法帝國是一個小的考題 這位考題說什麼 就諷刺他 說這個帝國又不像教皇那麼神聖 又不像羅馬帝國那麼偉大 所以說這個叫神聖蒙馬帝國 神聖蒙馬帝國被誰幹掉呢? 被拿破裏 拿破裏在1806年的時候征服歐洲 歐洲出現為英雄 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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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就把神聖蒙馬帝國給他拼掉 改為賴英邦英 找他的弟弟做過 有些形容 特助統 祝賞 你 你 你 在